今天是5月18日 本土确诊人数又创新高 来到85,310人 天佑台湾 希望确凿人 能早日康复 而对我来说 比悲伤更悲伤的是 确诊人数 比我薪水还要高 蔡英文日前在脸书表示 过去两年多来 我们看全球各国的防疫情形 台湾的防疫团队 应该算是最努力的团队 成绩也相当好 民众你听得如何 会不会跟我一样 想问候蔡英文他妈妈 台湾有这种无耻的总统 你不悲哀吗 而对此 新北市长侯友宜 罕见直言 我每天都在第一线 倾听人民的声音 了解人民的痛苦 绝对不是蔡英文说的那一回事 蔡英文你不觉得自己很可耻吗 PTT网友似乎对蔡英文的说法 也不领情 纷纷表示 总统府活在平行世界 成绩真好 看了国外示范两年 单日确诊数 终于达到世界第一了 反正再烂 都有817始终 不知民间极苦 原宇宙里一片祥和歌舞生平什么都好 塔绿班多洗几次就好了 对高登有什么看法 超后会投你一票 风向真的有在变 终于听到很多骂的 拜托继续保持 有这样的总统 就有怎样的官员 我第一次看见政治圈有这种奇葩人物 陈时中 陈时中 夜郎自大 傲慢无事 在他眼里 只有一个老板 蔡英文 陈时中就跟一只哈巴狗一样 只要事后好这位老板 天塌下来 当被盖 他什么都不在意 陈时中从去年疫情爆发开始 敢呛 傲慢 唯我独尊 这是他一贯的风格 疫情未爆发前 台湾一阵膜拜陈时中风潮 顺时中耳熟能详 当时 他的民调声望 只能用秋风扫落叶来形容 只能说 那是因为疫情未爆发 去年5月疫情一爆 这个民间膜拜的神 一夜之间 被打入樊城 我看过一份乡野大调查 让我惊讶的是 恨透城市中的人 以绿云选云为最大宗 持续倒带回去去年5月中开始的疫苗荒 台山倒海的民怨 每日一爆 从缺疫苗 强迫打 致死率高的AZ疫苗 再到 只让第2类 第7类 等政府相关官员优先打疫苗 还不断膨胀特权阶级 让公务部门人员及其家属不断插队打疫苗 全部是陈时中的德政 说他 狂义伟大 一点也不夸张 陈时中的城市语录 糟蹋了 众多 对民进党政府 长情信任的绿色选民 而民进党高层 竟然浑然不知 我常跟朋友说 这位 陈太皇的 嚣张气宴 随着蔡英文 到其剩下 垃圾时间 还能嚣张到太平洋去多久 2020 排口罩 2021 缺疫苗 2022 缺快筛 而今被爆出 世纪的代理商 是食药署的皇亲国戚 资本额才200万的公司 在律伪的加持下 得到16亿的标案 是为了爱台湾 但是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是 是在救人如救火的当下 这个只剩下 公关功能的政府 由字号 整以侠的辩论者 世纪价格 是如何的合理 要预防囤积 要求厂商补建 政治 不要干预商业 当政府成为 防疫最大的瓶颈 和灾难的时候 我们的卫福部长 陈时中 一点也不感到急迫 我们不禁要问 这个人 是最近才变成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 台湾民众的智慧 已经被 卫福部长 污辱 整整两年了 下面 这些 事我摘记下来 陈时中的语录 若有不完整 请大家 来与留言处 我们大家一起来接力 进口猪肉不到一层 且一层里 不是每一条猪 有用到 想吃 还不一定吃得到 世界 怎么跟得上台湾 疫苗教格是保密事项 谭德赛有空骂人 不如多向台湾学习 协助建立全球医疗体系 他们在打的 我们不敢用 校正回归 公文如果跑得比病毒快 疫情就不会如此难控制 3加11非破口 也无影响到社区 我不是在推责任 3加11会议不是我主持的 是陈宗燕主持的 开完会 就要批公文 会议太多请见谅 任何书师 我负责 但现在 就是 没有会议记录 要我做一份给你吗 别忘了 你们说 再贵也要买 年轻人 可能有些防护 松懈 简易 是由地方政府管理 请副市长 不要太不买 厂商不进来 我是要省什么啦 现在事实上 买不到 我也不敢完全否认 就是说 有人 会买得到 企业不了解 快筛 伪阴性 伪阳性 可能会有误导之嫌 目前 没有什么科学的数据 瘦肉精 确实不好 但现在 莱克多巴胺 相对是好的 那样子 也没问题 但我有三高 那些牛 都长大了 我敢说 现在买不到 没有看过31 32块的这个价格 起码 我这双眼睛 没看到过 再晚就没意思了 之后 我们也不要了 讲数目有违法吗 3加11 跟800条人命有什么关系 你没讲 我都没想到 群细性发言 大可不必 我都不能说错一句话吗 有意见的人 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讲 回应高家于 咨询美国要求入境者 两极证明 诚实中 世界 也不止 是只有美国 美国的政策 怪怪的 IP 把高端当水 陈时中说 不然要怎样 是喝酒 就要下台 还是唱歌 就要下台 老宅居隔送餐 陈时中 钥匙丢下楼 陈时中要民众 自主应变 网友全炸锅 各位 自立自强 要怪就要怪病毒 快拆季若非常便宜 担心囤积 跟高端有关系 那有什么关系呢 像我已经有了快筛 所以 我也不用去排 也许 你要问 不过是一些干话而已 这会有什么害处呢 民旨制度 运行 所依赖的 是执政者 和监督者之间 一个 严肃而神圣的 问责空间 而陈时中的干话 把这个问责空间 转变成了 一幕幕 考验脑筋 急转弯 的搞笑 综艺节目 我们一再的看到 当质询者 为无厘头饰的回答 感到惊讶 而堂木结舌的时候 该当负起责任的人 便在窃校中 轻其过关 因为长期以来 我们不在乎官员 识问虚答 也不在意他们麻木不仁 应付了事 所以 我们的卫福部 已经 不再需要 为他们的决策负责 今天疫情下的恐慌 超载 死亡 乃是 一种台湾民众 应得的 自然报应 然而 我们国家 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要欺骗人民 很容易 但是 使他们承认自己被骗 却很难 新加坡前总理 李光耀诚说 一旦纵容 不诚实的人 掌政 国家 就完了 我们也许 可以把 他们这段话 当作台湾命运的 一向可靠预言 陈时中 和一干卫福部官员 真的是坏人吗 这帮人不是坏人 而跟蔡英文 而跟蔡英文 一样却是个无赖 为的是掩护财团捞钱 但是如果我们的民众 一再的任由他们 试探公民社会 所能容忍的 底线的话 那么有一天 我们将会召唤出 毛泽东 或 希特勒的鬼魂 回到人间 蔡英文的荒腔走版 不顾台湾人民的百姓 我们是应该 将蔡英文推翻了 本视频就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